現在介紹的是三中城堡飯店 就是西頭的米蹄唷 今天呢很幸運的早上呢天氣非常好 藍天白雲 來這邊呢就是來呼吸新鮮的空氣 這裡呢是全台哦 米蹄呢是全台負離子最高的地方 然後可以來這邊好好的呼吸呼吸哦 可以來這邊呢還有他的門口這邊 不要忘記了哦 他平常是在戶外 那這邊有一條有一條叫做米蹄的百年祕境 那之前呢我們都是來這邊看螢火蟲哦 他看得到哦 這一條呢整條這樣走剛好就是所謂的螢火蟲步道 不要忘記了哦 他每一年呢這邊都是有可以賞螢火蟲的 他沿途呢他有螢火蟲還有一些野生植物 然後有種植一個柳山 他是來西頭呢必訪的新景點叫做米蹄的百年祕境 哇你看今天這個藍天真的是漂亮耶 來這邊天氣好的話呢差很多 像昨天呢下午到了之後呢是下大雨的 他這邊要注意哦就是如果你要去走那個 園區的話 西頭園區啊特別注意早上早上 常常只要下雨嘛下午之後呢就真的是下大雨 下大雨 所以如果要走園區的話真的建議早起 然後吃完飯之後然後再去走裡面哦 早上真的差很多 像現在呢天氣這麼好拍起來這麼漂亮 下午呢就開始變陰陰的了 就陰陰的然後就下了很大雨 這邊的雨下起來都很超大的 好可以看到這個很漂亮的一個城堡在這邊 然後戶外你看到這邊都停車場哦 所以停車不是問題不用擔心哦來這邊 我帶你們看一下 外面呢有可以拍的地方 來介紹一下他們戶外 真的就喜歡看這種藍天白雲就對了 漂亮的城堡 這邊呢有幸福鐘記得來拍照 好帶你們看幸福鐘在哪裡呢 好跟我一起走吧 這裡這裡這裡 門口的地方有個幸福鐘哦 要敲響幸福鐘 然後呢終身幸福 幸福鐘就是終身幸福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就在門口這裡 就在這裡 看到了現在溫度它也會顯示溫度跟溼度 這裡有幸福鐘 就在這裡 好這裡 幸福鐘 然後終身幸福就在這裡 好所以門口這邊呢 不要忘記拍照 哇你看超漂亮的吧 藍藍藍的天 好美哦 然後這裡還可以拍兩隻的銀冰獅子 很漂亮 然後像這邊走進去的話 上面這個斜坡上去的話 它就是到了溪頭的森林遊樂區 好這邊也可以過去 現在呢我們在溪頭米蹄外面 這裡有個幸福鐘 淫冰的獅子 哇來這邊我覺得是 就是要來這邊放輕鬆的 然後度假 就是吸收好的空氣 非常棒的空氣 OK 介紹給你們的 西頭米蹄大飯店囉 好嗎 好嗎